教育部积极推动服务学习课程 那么就是要让大学生从中体验失比受更有福 今天我要清新年 年底全面的人 熟练的戴琪小朋友 手舞足道大玩团康活动 这群年轻美媚全都是台南科技大学 金金仁爱服务社的社团成员 别人大学放寒暑假 不是到处玩 要不然就是忙着打工赚钱 而他们却组成志工服务队 而且还拉拔到偏远地区学校 社团网站上记录过往的点点滴滴 同学们说有能力服务别人 既快乐又充实 不一样的环境会遭到他们有不一样的成长 可是我相信他们往后 一定会因为我们的付出 让他们多多少少有一点感动 亲身感受施比受更有福 他们得到的 还有课本里学不到的感动 很累 但是就会觉得就是在他们身上得到回馈 就是还蛮开心的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得要服万人物 从做中学而这就是服务学习的目的 透过服务的过程 学生呢他可以在他的心理社会的很多能力方面 在很多他的态度方面 在他的品格上面会有很多的成长跟改变 除了社团活动 教育部积极推动 鼓励大专院校将服务学习纳入正式课程学分 让青年学子在校园里学得的专业 不光只是为了日后的就业 而是能进一步回馈社会 三菱新闻台北台南综合报道